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傳言地 尋求你 我前面有三條路 從事會計工作 在機構內服侍 或者進入教會工作 神學院臨畢業前一個月 我跟多仁多重音船進來 去了滿地可做報道 我們帶了很多器材去 很多的燈 很多的樂器 最後那一晚 臨開始報道會之前一個小時 停電了很害怕 我們還不應該做報道會呢 我們走在一起去祈禱 祈禱之後很快就說 我們找到三支電筒 一個古舊的鋼琴 穿上戲服去做一個音樂劇 在一個測黑的環境 我就跟人分享一看一書一章五節 神就是光在他何無黑暗 生命在一個罪裏 就好像在我們現在一個測黑的環境 我們找不到出路 但神就是光 祈禱指我們去一條光明的道路 這個經歷對我來說很震撼 我就跟神說 我願意去跟著神的腳踏走 決定進入了牧羊的工作 一路成長 我發覺自己是一個很平庸的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專長 我從小讀書很差 中一上學期 成績表是滿江紅 家人都覺得 不如你早點跟著姑姐 過去多人多讀書 表兄弟姐妹跟我說 不如我帶你回教會 回到去的時候 聽到耶穌的愛 聽到自己 原來有很多的罪 很多的不足 就覺得我真的很需要 這個神去幫助我 在教會裡面 有些弟兄姊妹 就去到夾樂隊 搞一些音樂會 也進入到一些機構 中音船台那裡去自訓 慢慢發覺原來用音樂 去跟人分享生命 去講福音 很有那種滿足感 很被感動 我教育牧師 就鼓勵我去嘗試 做一個報讀會的講員 港台那裡 就去講福音 我最記得 我一邊講的時候 我的額頭是出了汗 當晚有人 在我一個很不足的表達情況之下 願意相信耶穌 那次開始 我就想 我是不是應該 入到神學院 好好接受裝備 去更加的給神所用呢 兩個兒子是很活躍的 每一次去做報讀會 我都會帶上我的大兒子 我大兒子很喜歡音樂 他會在我們練歌的時候 就拿一些電筒出來 按著歌的節奏、快慢、起伏 他會去教那些燈 我和我的小朋友一起去服侍神 大兄姊妹叫我做莫牧師 我也不是很習慣這個稱呼 幾十年的人生 看到自己健康又不好 讀書各樣都是一般 可能大部份的人 一看自己都是平庸 但當我們願意把生命 給神用的時候 走出我們的安全圈 神體當中有祂的預備 結果和經歷 是超乎人的預期和所求所想